Hello 早安,歡迎收看星期五的亞洲新聞 今天是12月19日,還有兩天是2023年結束 是啊,2023年之後才見到我們 應該是,因為之後那兩天都不是我做的 那有什麼感覺呢?2023年 2023年沒什麼感覺,總之不是太好 有人說2024年更麻煩,每個人都說,會不會呢? 會的,你也會相信2024年 2024年,但應該比2023年更麻煩 2025年希望好 2025年好些,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說回今天的新聞 第一宗新聞,涉嫌干犯國安法被捕 現在身處海外的前眾志成員周庭 早前就表示不會回香港報道,警方表示 周庭就涉嫌干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國安處拘捕之後,獲保釋 即是昨天,他並沒有依照指明的時間 即28日的警署報道,那就違反了保釋條例 之前我在外國說,走不回來 現在就還沒正式犯法 還有機會回來,現在正式犯法 警方表示,危害國家安全是極度嚴重的罪行 譴責畏罪潛逃的收視行為 任何逃犯都不應該妄想潛逃 所以由來港就可以逃避刑責 逃犯除非自首,否則會被終身追捕 即是這樣我就相信都應該當日都是故意放他 即是大家正式正常,即是他做了些事情 應該他做了些事情會花大陸 花大陸可能做了些交代,所以是比較有機會 同一時間,另一個又是鍾翰林 他昨天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亦都流亡英國 他又復刑完畢,鍾翰林 他之前因為犯法,就復刑完畢 判囚了三年零七個月 復刑完畢之後出來就接受監管 之後呢,因為都沒有他們的消息 原來他說,他接受警方的監管 以及都是上過內地的 跟著現在就申請去日本 做六天的旅行 在日本那裡,他就決定流亡 他算不算流亡呢? 不是,流亡,說錯了 他申請政治庇護 英國亦都接受了 因為他應該沒有犯法 因為復刑完畢 所以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這個屬於在他們那群人之中 我不知道為什麼英國會接受他 我懷疑英國究竟是否接受他 可能是否亂合都未頂 因為他們都是二代來的 現在二代都可以擁有 因為他都屬於在整個運動之中 他都算是比較暗糕和比較醜樣的 不用說了 所以英國會不會收過這麼暗糕的人 所以整件事 他是無緣無故的 你幹嘛搞什麼去做這件事呢? 所以他簡直是無緣無故做到港獨 但是 這傢伙整件事頗邊緣化 是啊 所以我說英國會不會受他 我覺得很奇怪 你說 這個就是那時候的人說 是石垣管理的故事 石垣管理 我不是說他是石垣管理 因為石垣管理在日本 是很厲害的 但他的意思是石垣管理說 為什麼他沒有份做戰犯 實在太無緣了 是 這個就是他自己 為什麼他有份做戰犯 是 這個是reverse 為什麼會做到戰犯 為什麼會做到英國呢? 我很懷疑這件事 是 我也很懷疑 因為這個人是比較邊緣化 第二 他已經是服刑完畢 現在沒有刑債在身 第三 實在太醜樣了 是 第三就是像你說的 是不是自己用BNO去到英國呢? 因為他沒有刑債在身 基本上 香港安處或者警方沒有權利 就是 要他做些什麼 雖然他要接受監管 雖然黃丹 都是走了的 是 黃丹 他都是free了之後走了 很多都是free了之後走的 還有幾個大顆 現在申請英國的政治庇護 都還沒批 大佬 是啊 像智峰那些都還沒批 怎麼會無端端這麼快 批了你呢? 你什麼事 可能他真的是 我也是很懷疑 周庭那些 你不要將他和周庭 和黃之鋒相太平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我都看到 周庭都 樣子還可以 但是其實 其實他沒有化妝 我樣子都很普通 很多人沒有化妝 我樣子都很普通 是啊 我們對鍾翰林 得到英國政治庇護 這件事 表示懷疑 是啊 是啊 我補充一下 就是 那些人是說 男人呢 一批完之後 會比較帥 很多的 是 女人一落妝之後 還會醜很多 那些人就是剃了鬍子 飛過髮 哇 整個人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女人就是 一批 其實就是女人一批完之後 一不批的話 回到家裡 就很鬼的樣子 是 好了 第二則新聞呢 就是 也是一間剛剛發生的論常 論常慘案 因為都有人死了 那就 在昨晚的11點多 在屯門這個湖景村一個單位 一名青年有報案被襲擊 他的頭部和頸部受傷 涉嫌襲擊他就是他的母親 事後他的母親就 用這個刀襲擊他之後 就衝出了單位 走上多一層樓之後 就墮樓 好 兩母子去送院 母親就宣佈不治 調查事件之後 就 警員 去逐家逐戶調查 好似說 就是 兩母子就住在一個單位裡 兒子就17歲 媽媽就55歲 就因為學業的問題 去掙扎 然後媽媽就用一個尼刀 這個圖很厲害 徐仔尼刀 襲擊兒子 受傷 之後畏罪 不知道他是不是跳 畏罪 高處墮下 高處墮下 死了 如果要去到 你去到說到 這麼 懶客觀 那就沒有畏罪 他就是高處墮下 不至於 可能 正如劉家良 在高處墮下 你不知道什麼原因 劉家良不是劉家良 那個叫做 那個 翁正貞 那個 一起的 律師 是 你不知道什麼人 又喜歡高處墮下 基本上是倫常案 最近都幾多 倫常案 就用大家鎮定一點 但是 兒子不生性 那就生氣了 一大問題 這個事件是於是無補 如果你死了之後 你的兒子就更加讀書 不行 是 你也是想讀書 可以 你死了之後 這樣做完一大人 讀書更加不行 那就於是無補 還有有時候 收一收制 情緒 難免有波動 但是真的要殺制 靜一靜 太多了 好了 另一則新聞 發展局公佈了加強版的 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 的修訂換地安排 將擴展加強版模式 去到元朗南新田科技城 新界北新市鎮 牛潭尾馬草及馬草籠等地方 容許政府協助收回第三科土地後 再批育換地申請人整幅用地 在現行安排之下的原子換地 申請人需要擁有指定住宅內 不少於4000平方米的土地 而且需要擁有全部業權 但在新修訂安排之下 政府會放寬以上的準則 容許申請人只需要擁有指定發展用地的 九成或以上的私人土地業權 申請人繳付十足市值的保地價 以及提供政府指定的公共設施 即可由政府入場收回如下的私人土地業權 即是剩下的一成政府放來收 政府說現在的安排 希望可以增加發展的速度 其實你經常都要十足市值的保地價 因為有時有家人 那家人的時候 有些人死了 二一民 所以就收不到 但人們一定覺得是侵犯私有產權 但對不起 為何會有收回土地條例 為何會有這些 私有產權和公眾利益 結果經常都說私有產權 私有產權 其實那些私有產權 到最後就是想打劫政府 打劫人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一給一百億我都不搬 我只不過是為了我住這裏 住這裏就是想 我住了一輩子 我不想在這裏搬 哪一個人這樣 不要玩東西 整班新界佬 對不對 每個人都在尋租 找政府民室 找了整個社會 結果就去到那些什麼 所以我說中國那些收地 現在很多 登了很多東西 就是那些釘子戶 到整條公路為了他改 是不是那些 你知不知為何會這樣做 為什麼呢 其實他現在告訴你 現在我就不妥協了 我必然要收的 那我就收了 我必然要收的我就收 我就強迫你收 那你是不是也要死 如果我建了高鐵 那你一定死定了 一定居你了 但如果我不必然去收的 那你壓在這裏 那我就做全世界的笑柄 全中國的笑柄 笑了幾十年 我就是要你這樣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不停地報道這些 無緣無故有一隻眼睛 那條路都繞過去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就是玩殘利 你就是你想要錢 我不給錢 然後我玩殘利 就是這樣 你自己一個人家得減 我給足利 我給足利 你也不需要 你一個人家得減 一億幾千萬 一個人家得減 那麼大上頭 就玩殘利 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政府就玩殘利 整件事 這些混賣不假 殘利就搞到香港 搞到香港 就是那些睡街 又不給什麼 連利東街 那麽明顯的東西 彎仔 整件事就是這樣 整件事就是這樣 不知道這個 即使司機 即使司機 都不是屬於市有產權 就是整件事 他們整天都搞錯了 整件事 不過這個放鬆 剩下一成 可能最大的原因 都是你剛才所說 有些地方 那些業權 就不清不楚 可能是哥西 移民 第三、第四代 你根本都找不到的源頭 就是那些 新界很多這些個案 我想放寬這條例 就是為了著養 即使可以令到發展 快一點點 因為那些事 一燈就燈幾年 結果在香港很多都是這樣 每個人都會記得你 結果整件事都散了 是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好了 另一則新聞 著名的KOL蕭若元 在YouTube Channel頻道 發佈新的影片 突然伸穿病人的衣服 樣子好像很頹廢 聖誕前直 向心臟科醫生求醫 那26日入院檢查 做了三個多小時的手術 晚上被送入ICU心設治療部 先於左手打麻醉針 並且放入導管 順其血液流至心臟 為醫生指燒藥元的血管已經塞了 需要鑿開其血管 再於燒的左手 再打麻醉針 並放入內規鏡 因為燒的血管已經完全蓋化 增加了手術難度 令到原本45分鐘的手術時間 進行多兩個多小時 其有醫生在位 去自入支架 即通波仔 於是27日已經回到病房 所以她要拍片 即是沒事了 因為我昨天在床安Dee Alan發給我看這件事 其實她已經減了很多肥肥了 她上次的時候幾乎死了 所以她是主動入院的 她不是無端端入院 所以就好很多 即不是突然一爆了 也有少少人 爆了很多時候 這樣就倒閉了 所以她其實看得很實 台灣的醫學也很好 希望她驚人天上 希望蕭先生沒事 但是近期屬於KOL的 所有在海外KOL都被政府打壓 或者之類都活得很慘 沒有辦法 而且她不是被通緝的 就算好很多 因為會受死 不過有些人會害怕 但其實暫時來說 應該不用害怕 好了 另一則新聞 一報通通為止 這件事發生在2021年5月23日 很久了 26歲的年輕女子 跟兩名男性友人 到中環的酒吧消遣 喝酒喝至凌晨 懷疑兩點至三點期間 不勝酒力聚倒 並且在廁所嘔吐 29歲的酒吧東主 蕭永亮親自帶路 教女子及其友人到附近的酒店休息 讓女子在酒店休息 並為女子付了400元房租 女方的友人離開之後 酒吧東主涉嫌接返酒店 並且入內將女子強姦 女方醒來的時候 發現全身赤裸 酒吧東主躺在自己身邊 地上更有已經開封的安全套 她之後報警 還有兩個 她之後報警 之後就拘捕了酒吧東主 酒吧東主否認強姦 陪審團28日 即昨天在高等法院 一致裁定 東主強姦罪名不成立 對 情況就是這樣 這件事就是這樣 有幾件事比較奇怪 我首先說 很多人說 其實我們應該喝醉酒可以自由 所以這些事絕對是不應該這樣犯的 是男人的錯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也絕對有一大堆人子 出街的自由 被人看到 財波老眼的自由 問題就是 在這個世上充滿壞人 就是保護好自己 不要經常討論 我就是到處喝酒了 這樣 就是這樣了 那些人衰 我也是喝酒 為什麼那些人姦我 這樣 結果他經常被人姦 就是一個人要保護好自己 這個不是一個 自由不自由的問題 嗯 還有如果 從上述的描述的時候 那酒吧東主一定是迷姦 我想 可能也算是迷姦 因為他不是他自己迷的 這樣就算不算 但是我想案情還有很多事情 現在陪審團一致成立 強姦罪名不成立 就一定有很多 所以我現在續樣說 整件事 是 是 第二就是 但是這個不算是太過離譜 嗯 因為你不是自己的飲物 不是和別人一起飲物 對嗎 其實有人去保護了他 擠了他去酒店 他在SOLO酒店睡了 是 然後 所以才是 那個 現在的酒吧東主持是接反的 是 但是整件事就是 很明顯 如果你看這個故事 我就看不到有什麼 為什麼會無罪呢 如果有人就可以無罪 有人會說 他和我塌了 打了車子 事後什麼 明白嗎 但酒吧東主不跟班人來 還有一制裁 就無罪 究竟的細節在哪裡 我又找不到 所以整件事比較奇怪 你沒理由無罪吧 對嗎 對嗎 那件事不跟班人來 究竟無罪的點在哪裡 我覺得很奇怪 報道沒有說過 對 因為之前有人 曾經試過14歲之旅 在相關新聞 14歲的 那個就好像說他沒有搞過 因為他戴了一套 那時候那套就沒有搞過 但現在那套有精役 所以這件事又比較奇怪 但是這件事最juicy的地方是怎樣 是怎樣 為什麼是接反了會讓我進去 入房 我想這類的地方 不是 我亦都看到那件事 是 原來他幫那個人 幫那個女兒 我扮例 我進去 我忘記了還沒給房租 幫我給了4個水 他給了4個水 給了4個水 所以那4個水就開了門 是 這個酒店都雜無旁 鬆毫了 雜無旁 雜無旁 給4個水開了門 這件事真是 奇怪一點點 有錢使得鬼推磨 但也不是4個水 所以我覺得比較 還有說的話究竟是怎樣 他和外國男朋友一起進去 之類的 但問題是 我想如果不放水 未必會陷入 沒錯 我想他相識 還有就是這個中 什麼事 什麼事 因為之前有人去討論一個問題 蕭穎亮 是聖蕭的 他整件事就是說 那些呢 照計你是 那個叫做 二點歸於被告 那你 將來你以後 你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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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發了風化案 也寫常S指 對不對 常S指 或是常公S 他又沒有S 現在是 響傳朵 人們說 不知道為何 風化案很喜歡響傳朵 我不知道 曾經有人提過 有些行律 真的 風化案實在響傳朵 大公是無罪的 那你已經是 是怎樣 看不染 傳媒操守問題 通常的財經案 有X 風化案就是響傳朵 一風化 你一涉及一些 即是你明白 你如果入獄的話 你在傳朵 你無罪的 你無罪 讓全世界知道你無罪 不會防範你 好了 另一宗新聞 由於機師因為 缺勤比預期多 為了應付有關情況 要確保航班的服務正常運作 12月中二來主動取消少數 少於總數1%的 客運航班 資料顯示 由29日到元旦 暫定有55個航班取消 主要是亞洲地區的航班 以今天30日的數量為最多 現在不是29日 明日數量為最多 國泰呼籲受影響的旅客 留意自正機位的股地服務 表示會盡力安排搭下一個航班 很多非機師缺勤 我想是病 他說不足1% 但都是55班 55個航班 都會影響多少人 幾多 你說那些全部影響了 幾前 你想想你作為一個乘客 你如果航班被取消了 你想想是幾沒有人的事 而他是一些機師不行 機師被病 所以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調配一下 或者之類的狀況 不過是挺嚴重的 整件事 挺實惠的 你會覺得很沒有人 是嗎 因為之前炒了一些 在疫情期間 有些人來了職 我想未去很多未歸隊 現在適逢最近的病那麼嚴重 年尾流流 多些班次 忽然間人手調配不到 有機會是這樣的 好了 另一則新聞 議員吳傑莊 在本月內接獲訴訟的個案 大部分是20多歲的高學歷的年輕人 高學歷 高學歷 當然啦 不然怎麼會用電腦 有部分是自由工作者當然 回政職也不會搞這些 都被指涉及 涉嫌使用虛擬資產來花錢 當中有個個案 用4至5個月的時間 透過虛擬資產 洗黑錢接近過億港元 事主相信自己是進行合法 和微利的生意 不過 在年中出現的多宗和虛擬資產 案件中 已經有關事 出現了這麼多之後 相關的事主已經停止了相關的工作 但是現在仍被調查 他又強調 正常銀行處理大雅的現金交易 必定問你好的問題 不過線下場所交易所 不過線下場外交易所 OTC則不受監管 會接受相關的交易 那麼 其實第一 就是應該要監管OTC 你不如發牌給他們 好過給他們 無法無知 因為你一定要做 你不如是OTC 埋了法 第二 就是 這個 在老千局來說 他做到很高 他很高教育 因為他特意做到利潤這麼低 利潤這麼低的時候 你就不覺得他是老千局 這個就是馬多夫的好優點 馬多夫總而言之 我每年有10%利潤 你回報了 OK 那你10%回報 你不是30-40%回報 於是乎你是拉斯達的主席 那些人就會覺得你是很信任何事 就不敢去質疑你 不敢去質疑你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 這個騙局的優點 就是他反其道而行 因為大部分是騙局 你一看就知道是騙局 因為你這麼高利潤 你一定不會不是騙局 但是這個就是 他大家還有低利潤 所以他就被騙了高學力的人 我經常說高學力 高利的騙局 就是騙到一些 高的騙局 就騙到一些高的人 但是問題是 騙的人 是可以 市面上多很多 而且是容易騙很多 所以到了最後 永遠都是用一些很差的騙局 譬如緬北那些都是很差的騙局 就可以騙到一些 類似是順風出帝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你要識別一些蠢的人 但是這個他就會做一些聰明的人去做 現在香港監管虛擬貨幣 也有進一步的發展 昨天金管局的總裁 應該也前天 也說了那個穩定幣的發行機制 內容都很合理 不過就遲了十年說 十年前你懂得搞 十年前好像沒有穩定幣 十年前好像沒有 差不多了 今年是2023年 差不多了 差不多出現了 大概七八八至十年前 出現穩定幣 那也是香港搞的 如果你當時懂得監管 當時你已經有 前瞻性去搞的 已經搞定了 根據有一個人跟我說 我雖然不是很信服他說的話 我很熟悉朋友 他也有負責這些事情 就是幫政府 都是社會言达 他說我們都控制不了科技 如何控制立法呢 我想我就不同意 一腳一樣東西 新加坡控制不了科技 還是新加坡自行立法做過的 是不是 新加坡立法做過的 我很肯定 現在的九十個立法會議員 我想都有超過三四成 不知什麼的穩定幣 可能虛擬貨幣 可以這樣想 是真的 很多人是不知道是真的 但是那件事已經是 玩完了 玩完才做 玩完才做 現在提得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發生 又是那句 很奇怪 據我所知 香港都批了兩三個 虛擬貨幣的牌照 但是你的法會批出來 那些真的沒有做事 我不是有做事 你不知道是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是 以貫得這麼嚴快 你什麼都不准的話 所以根本上是 沒有辦法能夠做到的 這就好像是 前幾天說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 又是那個很高級的 那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吃飯 都拿不到七號牌 七號牌就是虛擬貨幣的 家裡牌 現在你那一兩三個拿 因為他實際上拿不到 那他就說 不是啊 好慘了 很多人都拿到 我在想 你說什麼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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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為他很高級的人 所以我免得說他 至少 昨天小智宜 經常跟我說 大家其實知道 拿不到 昨天我載小智宜 回到中環 然後他就跟我說 即是off 那個麥克風 之後我就說起這件事 他就說 他都知道 因為其實很難拿到初號牌 他說現在政府想 推多些牌出來 他就可能是一號牌 讀多一個 course 就可以拿到 那你就可以做到 至少人家知道少智 真的懂得這件事 知道是拿到牌的 那條牌是完全不懂 但是他是負責主情的 但是他是懂得放棄 他說號稱懂得放棄 明白嗎 即是我覺得 即是他就告訴我 不是啊 他真的很多人都拿到 死亡 算了 也沒什麼所謂 不是 玩完了 你玩完了 應該是搞到沒有 不是 那又不是的 那又不是 你怎麼會玩完 2025 你不要用 我講一下好不好 你不要用老千局的方式 來看這件事 不用的了 所以你就沒有說完完 我不要說 你剛才剛才說完完 OK 我講完 你完全不懂 你不要以為寫過這些東西 你現在聽你這樣說 就完全不懂 現在的意思是為什麼 因為到了最後所有股票 都會變成負責 這個是最終的 這個是說法 不是 所以你不要當是玩完的事情 這件事在香港的蠢地方 就是這樣 將來所有東西都是Token OK 你現在只要有一個 一件事是沒有了股票 這件事 OK 所以不會玩完 好了 年近年尾 香港有很多區都爆發這個盜洩案 爆洩案 屯門區內接連發生為的爆洩案 警方在12月7日到27日期間接獲多宗報案 指在屯門一帶有多間獨立屋被爆洩 共損失25萬元的財物 然後派警員進行賴伏行東 到27日晚上發現兩名蝕匪在黃金海岸造岸 南黑展開追捕 其中一名賊人跳海逃走 有警員無寒落水追捕 那天晚上很冷 前晚的同步在岸上大叫 你走不掉了 慢慢游過來 因為在水上掙扎 我有看我的新聞圖片 燈射住他們 之後就 那個責人事後被捕 因為這麼說 其實單事是很小事的 如果你看到照片 那件事件是很小事的 但因為剛剛被人拍到很棒的話 那麽意思就是大肆報道 大家一上就勝於 勝於10個報道 有圖書有真相 但這件事的意思就是 近來香港這一期有很多 不知道什麽原因 爆竊 根據報道就是很多件爆竊 這件事就是因為拍了照 所以就 還會有這麽情況 那為什麽會有這麽多爆竊 是否因為大家沒有錢 治安什麼 或者有些人下來 因為之前有很多人 在內地下來做賊 那究竟什麽原因 還未知道 但問題就是 很可能因為市況不好 就會治安惡化那些是有可能的 始終香港犯罪 現在又變了二個大陸 因為香港的天眼都沒有大陸那麽多 所以也有一定的 但是如果說爆竊 當然是住在郊區的比較容易 當然 還有你發覺 屯門元朗一帶的那些村屋 或者那些獨立屋 我們要做 其實那些房道都是很流的 好像荷里活電影那樣 還有一件事 我想當然和經濟人沒有有關 另外 我想爆竊現在多了就是 保證應得先 是 你以前爆了進房子裡 說真的 你現在財物很少放在家裡 一夾萬就抬不走 但是我想現在至少 你會有些東西收拾到 就是電話 我覺得而已 如果是電話 什麼電話值錢 你會 今時今日 如果你香港 你爆竊 你去爆竊 你希望電話就已經很大 這個和電話 你要開鎖 我會說 以前的時候 但是 在二十年前 二十幾年前 在中國 那時候 在中國來說 電話值錢 很多人 真的試過一個案件 在深圳 假裝見公 來一個殺一個 只是為了你的電話 只是為了你的電話 是二十幾年前 是九幾年 不是九一、九二 是九八、九、九七 那些時候 是 我也覺得 因為你來見 他們最少有我的電話 是 就是為了殺人 只是為了一部電話 是 但是他們是 集團式經營 好了 另一則新聞 就是 周塞夫情報 和調查科人員 在上個月的21日 在天水圍區 以涉嫌欺詐 拘捕了一名 二十四歲的男警 他涉嫌 在六月十四日 到十六日期間 向三間財務公司 申請派款期間 隱瞞其個人的財務狀況 涉及的金額 約為一百零五萬 即是他派了一百零五萬 警方經過諮詢法律意見之後 涉案的男警被控三項 欺詐罪 在昨天上米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表示 該名男子為休班警員 現在停了職 警方也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 任何人員干犯這個犯法行為 警隊絕不會容忍和姑息 定必嚴正處理 據了解該名男警住守於元朗警區 第一就是一個警方去借錢 然後去提供去價值 他是不是還 提供去價值 沒有人知道去價值有沒有還 可能是正常借的 正常還 是的 一百零五萬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一個警察都有三筆東西 都是三年薪 不惜不惜薄 那一百零五萬 你擺了一個pass 一間財務公司三四十萬 就借給你了 如果是這樣 他應該就是借了三間財務公司 因為他借一間是沒問題的 但為什麼每天三間可以借 類似是這樣 那就是隱瞞了其他那兩間 是的 那就是 但是呢 我覺得這些奇... 什麼呢 這些案件 他為什麼一定要 他是一個警員借了 他一定是休班警員 不是說許佳停了 我知道 他借那一刻不是一個休班警員 是的 他當然不是 那為什麼經常都要強調他 是一個休班警員呢 現在如果你說是... 好像跟警方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經常強調 所有警察犯法 除非... 當然你是執勤的時候犯法 執勤中你就姦了一條女兒 試過在警署上執勤中就姦了一條女兒 他就不是休班警員 如果喝酒是蘭桂芳喝酒 加一條女兒都試過這些 那就是休班警員 但是我想借錢這件事 他都不會是執勤中的再借錢 我想難一點 那都可以 執勤中的 自己在樹上穿著軍裝 我想都不會的 做的機會是不大的 所以那些犯法 他經常都是一個休班警員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之前跟我說他的同學仔 不是朋友仔 我說這麼大個人還是朋友仔 我覺得比較奇怪 所以不用強調 不用一定強調 要有警員 那有些端倪的 你看看他在6月14日到16日期間 是兩日期間 就向三間財務公司申請派款 我想他也是在警署遮仔會都借爆了 所以再被警察查下去 不是 我覺得他那三個通了 他那三個通了 你也說他通了 一通了之後就出現 跟著就上鋪 把護照在那裡走不掉 是 他隱瞞財務狀況 現在沒有說他不還 可能他還錢 但是你借了一個還不起的數字 也麻煩 除非你借了一百零五萬 我記得很多年前 那些人是買馬王 結果輸了 一百零五萬 買馬王 一百零五萬隻 賺三十萬 立即還錢 就會搞定 或者可能他 通常都很興奮 他推翻 結果一次就是跑不出 所以才跑去死 那隻說是陸兒 陸兒 陸兒 陸兒當年智勝得也很高 史上第一隻馬王的永勝 第二隻馬王的陸兒 第三隻馬王 我之後就不太記得 他也很慘 陸兒也很少輸 跑第四 去買四個輸那場 真的慘 賣金槍六十 好 另一則新聞 伊朗的國營傳媒 10月27日報道 伊朗和俄羅斯達成協議 同意使用本國貨幣 代替美元 展開交易 報道指 協議是兩國央行行長 在俄羅斯舉行的會議上的最終確定 目前伊朗和俄羅斯都受到美國的制裁 報道指出銀行和經濟參與者 現在都可以使用包括SWRFT 的銀行之間的系統 在裏面 用基礎設施 以當地的貨幣展開交易 就是這樣 OK 那件事就是 關鍵就是 他們全部都是被美國制裁 所以就會使用交易 但是最慘就是 朝鮮沒有份 朝鮮太小沒有份 但是他們是 你照樣說 你不用美元的話 你就用人民幣交易 他們都沒有人民幣交易 證明人民幣永遠都 暫時來說 你都未能夠 遠遠不能 就算是這些國家 我相信以後都會傾向用本幣交易 所有國家 人民幣去扯掉美元 只能夠是用 本幣交易方式 即是說 我 即是為了美元 他的衰落落下去 如果是有些人多了 人不用的 不用美元的話 都只不過是 我不用美元 不用本幣交易 而不會我不用美元 用人民幣 OK 就是這樣 所以跟阿根廷也是用本幣交易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伊朗和俄羅斯 都是大國來的 所以伊朗和俄羅斯 他的體質是很好的 即是遠高於阿根廷那些 阿根廷其實都不用了 死資金的人口 都一萬多 都過了一萬萬二元 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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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那個不是叫圓 忘了一時間 忘了什麼 還有俄羅斯勞部 其實一直都是有作用的 都算是重要的貨幣 勞部 即是說到智利 可能之後會用人民幣 在中國的立場 最重要是你不用美權 最重要是你不用美權 阿根廷 最重要是你不用美權 阿根廷 轉移和撤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毛寧在28日主持的 例行記者會 回應 表示 當前緬甸果敢自治區 安全形勢嚴峻複雜 中方提醒中國公民 暫時不要前往緬甸北部地區 並且呼籲當地 特別是老街市區的中國公民 盡快轉移至安全的地帶 或者回國 做好防範措施 無靈港 中方始終認為 維護停火和談 勢頭符合緬甸相關各方面的利益 並且有助維護中緬邊界的安寧 希望緬甸相關各方面 保持最大的克制 主動緩和地區的局勢 並且推動緬北局勢軟著陸 中國 大家一直在說 港版同行軍 是使用中國武器 中國一直都否認這個東西 沒有正式承認這個東西 戴了很多手影 用了很多兵器 突然打得了很多的戰術 然後 他們那堆是 但是中國一直在做和談 大家對這件事是 因為他的立場本身是 我沒有參與的 所以他還 應該是前兩天之前 和敏朗來 或者之類 開過的會議 和談會 但是問題是 現在在過錦路 因為之前 懷疑那段過錦 打一錦入老街 而他們魏家和白家 四大家族 現在剩下兩個 就是最主要的兩個 他們兩個人的情況 白鎖城和魏三 他們的情況 還是很朴朔迷你 究竟是怎樣 所以 因為大家 沒有一些 很多 沒有一些記者去報道 所以 大家都不知道 那個情況發生什麼事 最好當然是離開 但我相信 已經不會有什麼人在 沒有什麼相關利益的都不留在 沒有什麼相關利益的都不留在 打得入醒 不只是相關利益 因為這些不是屬於西方 本來是詐騙中心 不同是 加沙都可能會一直有西方的利益 西方的記者在 但這裡一直都沒有記者去做報道 走進去 好 下一則新聞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批評 美國的政策的不穩定和破壞性 導致軍備控制領域局勢惡化 拉夫羅夫指出 美國為了保持他的霸權地位 不斷追求軍事優勢 渴望獲得使用武力的自由 因此被方拒絕在軍控領域遵守限制 在包括軍控在內的各國國際進程中 拒絕採取措施確保參與方的利益平衡 拉夫羅夫接受塔斯社採訪時指責 美方不斷加劇國際安全領域的緊張局勢 不僅直接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 中平導彈條約等軍事控制領域的條約 還為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 身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等條約落實 設置不可接受的前提條件 他強調俄方不會拋棄軍事控制這個理念 但未來任何有關減少潛在衝突 讓俄方與西方保持共存的對話必須在平等 尊重俄羅斯基本安全利益 以及全新地緣政治實現的基礎上 方來的實現 那就是在拉夫羅夫這個訪問 其實講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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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包括講以色列問題 他們說他們沒有在以色列 因為人們以為他有些參與 他都沒有參與 講了一大堆東西 那就是現在他這個是緝錄 但是我一大堆已經忘記了 而他近來都好像有很多事情做 因為他也是相同的幾個小時前 才是採訪的時候 他說 他是講的 我說回他什麼 就是以色列出來就是和平 衝突了75年 希望和平 那就是他近來都很忙 所以他就說 最新的就是剛剛在幾十分鐘前 他就說會支持 印度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的理事局 中國就永遠都不承認 永遠都不承認 所以他就沒有 其實在俄羅斯來說 他都未必想 因為多隻香羅多隻鬼 五個常理事局 當然好過六個 但問題是他知道中國是不承認 所以就賣這個人情 近來他都很忙碌 好像中國的外交部 因為俄羅斯就是痴伏了一段時間 近期可能戰情有利 近來你聽說普京都出來了 之前是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就很大舉出擊 尤其是在美國 在以色列這個情況 但是俄羅斯現在近來的局勢 其實是 認識大好也是大壞 從一件事就看得出 你看美國開始是 在武裝立陶宛、波蘭 還有是 丹麥瑞典還有一句話 芬蘭 和芬蘭 和芬蘭 是這幾個國家的 這幾個前線來的 當美國可能沒有裝這裏 一直說北約擴展 壓到那裏在柱皮的時候 就證明烏克蘭不行 就是美國 如果烏克蘭不行 你不用了 已經不用這樣了 之前烏克蘭前線 就是他把前線 move 後了 因為烏克蘭已經廢了 所以究竟 有可能烏克蘭很戰爭會員 有可能延連王很戰爭會員 黃如信 可能預測中了 預測中了 所以大家現在 在這個 又是一個 烏克局勢之後 這個是一個大變局 所以 是 拉夫羅夫不停出來做事情 好像王毅一樣 OK 最後一宗新聞 我想說一下深圳的山姆超市 非常之特別 就是 現在很多人都想 得上 吃喝玩樂 今個聖誕假期 大量人去深圳玩 或者中國廣東散玩 原來還有一個熱潮 很多香港人去山姆超市 掃貨 現在搞到成行成市 已經有旅遊巴的公司 會在香港開設多條巴士線 就是山姆掃貨巴士線 就是在多區 你只要上車 上旅遊巴 那一個旅遊巴 就直接帶到你去深圳的山姆超市 然後你掃貨完 然後你就可以回到香港 就是你搭旅遊巴去掃貨 當然旅遊巴會負責運輸 我想運輸會更加 之後那些運輸會 我想之後會送貨去家 你應該不是自己拿的 因為現在你知道山姆掃貨 山姆掃貨就是 山姆掃貨就是那些 聽人說 我未去過 我不敢說 聽人說就是那些 一大堆一大堆的 即是一大包零食 幾支油 很特價的 掃貨到媽媽都不認得 東營友甚至是舉行山姆掃貨的旅行 因為他現在包含送貨 如果沒有送貨的話 就交不了 因為全部很大 全部大 為什麼又是這個問題 現在上去超級市場 都上去掃貨 也挺大 香港這樣說 因為他等於是 我們那時候在 香港以前有的 我也忘了 這樣說 香港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因為他那些是很大 很巨大 很巨大 我以前也去 因為我在外國住的 經常去 他們是 香港你沒有那麼便宜 你一定要很便宜 他會比較 可能不是說 不是那麼中心 那些 然後你就比較 你去到那些 大大件大大件 那些 你就放回家 香港你做 香港你做不到 因為你沒有車 他現在是送貨 不然你沒有辦法去 一定 所以要有車 要有這麼大便宜租 所以香港做不到 這些是完全無法競爭的 香港以前那個在哪裏 我忘了 在哪裏呢 有的 超市人專門賣一包包 一包包 一包包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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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無法跟它競爭 還有地方大 那樣說 所以香港 以現在的城市來講 很難 大家經常在那裏 即是外國送讓 那些 常常相信 small is beautiful 那些其實是騙人的 尤其是德國回來 很多小城市 那些 其實是騙人的 他現在深圳之所以做到這些 因為他人口有兩千多萬 他做什麼都可以 你有兩千多萬人口 你做什麼都可以 因為你香港的話 當你這麼少人口 他等於是一個國家 他等於是一個小型國家 所以 中型國家 五千多萬 還有經濟活動 所以 他怎麼做都可以 隔離還有surrounding 東莞 那些 但是香港你沒有人口 所有東西都沒有優勢 是 現在深圳還加上香港的消費力 是 所以他什麼都可以做 其實這件事不是太差的 因為那些人 如果是順從好的來看 至少我們買了一些便宜的東西 我們便宜了 雖然沒有了那個 沒有了一個 叫做就業 但是我們買了便宜的 是的 我們享受了便宜 那你沒辦法 所以說經濟轉型是一個痛苦的情況 是的 轉型 那些人又說什麼 香港經濟很蕭條 我們還想去逼爆別人超市 不是我們這樣說 我們經濟蕭條 如果我們生活過得不好 我們更加要去買多些便宜的東西過來 沒錯 對嗎 還有你的價錢競爭 如果你想競爭 競爭價錢 是的 沒錯 譬如你說我們這些東西沒有人買 我們這些餐廳沒有人吃 為什麼上面那些餐廳這麼多人吃 大哥我住港島 好話不好聽 我得夠橫上去吃 如果你便太吸引我 譬如這些山姆超市 你便搞得這樣 我得夠橫上去看 山長水縣 真的逼我走 大哥 當然 當然 我的朋友住在天水圍和元朗 開了深圳灣之後 他們是主力上去的 我比我快出黃角 我在天水圍住 我15分鐘就去到關口過關 一個關就是這些 還有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買 回到天水圍 都是說半個小時 九個字的事 比你快出尖沙咀 是的 其實這些是 不能避免的事情 其實是好處的人 人民生活就好處就可以了 你經常做到貴貴 人民生活就覺得不好 是的 你在天水圍的商場 或者那些地方 食肆當然沒有生意 你有這麼大的競爭對手在旁邊 元朗那邊 因為現在社會都炒得很熱 這些新聞 北上消費 香港怎麼回家 但是我覺得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總之人民生活覺得好一點就可以了 是的 多點東西玩 多點東西 有些便宜的地方去 不要去 你以為你死那麼貴 是的 有些便宜的地方去 有些便宜的地方去 有些便宜的地方去買東西 還有吃飯不用這麼逼 不用這麼逼 我經常都說 四人坐位 兩位顧客請坐一邊 是的 不要那麼乞丐 那些便宜 兩小時後吃 最後最後的命令 就在九十分鐘要下降 雖然這個東西 我吃貴的也很多事 那些沒有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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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問題就是 那些沒有自食 那些沒有自食 很多都是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便死了些商店 那些商店 那些便死了些商店 那些便賀產 那些沒問題 那如果你說深圳和香港 比較 那都是 舖租和地租的問題 是的 還有工資 食材不會分別很大的 這是同一個源頭 我覺得 比如深圳這些超市 他賣的東西和香港 他的意思就是 香港人有了監察 事實上真的 我認識有一個人 做火鍋店 在上海 在上海 小輝哥 我剛才說了 他竟然是 他最初辦的時候 在香港帶一些 午餐肉回大陸 因為香港的午餐肉 是同一個牌子 是好吃的 豬肉是好吃的 用料是好吃的 所以那些人 適當時沒有來香港 不是 還有些分別的 我有一晚 就是上了去羅湖 我過了一晚 我在上面 就買了一包 純薄韓萬寶爐 那一股味 跟香港也是不同的 這個不是問題 然後另外 第二天 我又在大陸 得到另一包 純薄韓萬寶爐 而那股味 是跟香港很接近的 就是言下之 我想說的 就是我第一晚 買那包 應該是假煙 是的 還有這些 這些東西 深圳很難打架 尤其是大家還要買些假名牌 今天的新聞時間 差不多了 2024年才和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 新年快樂 開開心心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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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